我老婆也特别爱旅游 有一次我们一起旅游之前 她特意问我 她说 黄西啊 如果我们旅游的时候 遇到歹徒 你会怎么办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当然会挺身而出 跟歹徒交涉 我就会说 钱都在我老婆那儿 我也没钱啊 放我走 绝对不带你去 下一次 对 她还是带我去了 好媳妇啊 对 好媳妇 旅游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 对啊 就突然有人来个电话吧 想打回去也打不回去 后来我上网搜了一下 我好像有这么说法 说是离机站越远 打手机辐射越大 危害身体健康 是真的吗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她说心里话 手机的辐射 对人体的伤害 就手机啊 真的是微乎其微 就是那种千分之几 好几厘的伤害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那么地去警醒自己 我一定要离手机远一点 觉得这个不怎么真 嗯 觉得应该是假的 应该是假的 因为离机站越远 那肯定辐射就越远嘛 机站越远越没信号嘛 但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些细节 就是手机如果是 信号不太好的时候 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它有那个 滴滴滴滴滴的那个杂音 连接信号 它那个就是会卡顿一下 就是你在通电话的时候 那个声音 我就老听到那个声音 有杂音的时候 我就怀疑这个手机此刻 会不会加大功率了 觉得肯定是有辐射 而且离机站越远 辐射越大 对啊 因为它要加强 加大功率 它才能够接通这个电话 不然你就上山 好了 两位嘉宾 都请把答案给出来了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视频 离机站越远打手机 手机产生的辐射越大 有害人体健康 是真的吗 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手机的出现 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习惯 出行 通信 购物 社交 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 都离不开手机 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也开始担心手机辐射 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身体健康 网络上也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传言 最近网络上 有这样一种说法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离机站越远打手机 手机产生的辐射越大 又害人体健康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我感觉这应该是真的 我觉得不可能吧 没这一说法 假的呀 假的 越来越进去辐射越大 这个不清楚 但我觉得应该 对健康有影响 对于这一话题 大家看法各异 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来到了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寻求答案 当记者提出 想要进行实地测试时 专家却说不可行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情况中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一个基站也好 手机也好 它都是一个在网的状态 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空间中 它并不只有一个基站 当然也并不只有一个手机 它们之间的这种 通话状态的这个关系 就会复杂地多 受各种各样空间的这些 包括基站数量 手机的这个 天线的这些性能 包括空间 有没有遮挡 电子磕 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干扰 等等 距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简单来讲 手机的辐射 主要取决于发射功率 为了验证的准确性 在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在实验室中搭建了一个 模拟理想状态的测试环境 集对单一手机和基站的工作状态 进行测试 这个盒子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相当于只接入了一路 这个基站信号 就只有一个基站的信号能够进来 就外面的这种 就外面的这种信号的干扰 都是消除的 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 随着距离的增加 损耗也会增大 实验过程中 我们通过增大电磁波的传播损耗 就等于是增加了手机和基站之间的距离 那么手机的辐射会不会越来越强呢 我们拿这个手机 拨打一个电话 解通之后 我们把这个箱子关紧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手机它现在已经在网络上进行注册 而且这时候在这种场景下 它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基站 手机接通后 我们测试到的手机发射功率 是-53dB毫 当工程师对电磁波的传播损耗增大10dB时 手机和基站之间的距离 相当于增加了3.16倍 这时手机的发射功率会是多少呢 经过测量 手机的发射功率为-43dB毫左右 增加了10dB 最后我们继续增大损耗 当损耗增大20dB时 距离相当于增加了10倍 这时手机的发射功率为-33dB毫左右 增加了20dB 如果我们持续加大电磁波的传播损耗 结果会怎样呢 由于这个信号比较差 通话已经结束了 从实验看 离基站越远打手机 手机的发射功率 也就是辐射确实会越大 这是为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两个人之间对话一样 离得越远呢 你可能就需要提高你的音量 反门也比较大一点 那么手机因为离基站远 而增加的辐射量 会像网友担心的那样 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吗 就好像这个人的嗓音 它有它的最高的音量一样 那么手机它的最大发射功率 也都是有标准去要求的 你的发射功率越大的话 一般而言 它的比吸收率值也会越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国家的标准要求 在我们必须要在 手机的最大发射功率下 进行比吸收率的测试 比吸收率也称SAR值 是国际科技界 用来量化和测试手机辐射的 唯一标准 那么一部手机 在最大发射率下的 比吸收率究竟是多少呢 工作人员将一部 普通的智能手机 调试到最大发射功率 并进行了测试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我们按照 国家标准的要求 让我们的手机 在最大功率的状态下 发射测出来的 比吸收率值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比吸收率值 是0.118瓦每千克 另外一个测试结果 代表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手机 在正常的通话状态下 它的这个 比吸收率值的 一个测量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远远低于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最大功率下的 这个SAR值的 这比吸收率值的 现在只有 0.000115瓦每千克 几乎可以说是 没有 微乎其微了 我国移动电话 电磁辐射 局部暴露限制规定 比吸收率 最高为2瓦每千克 而我们测试结果显示 手机在最大发射功率下 测试到的 比吸收率值是 0.118瓦每千克 仅为国家标准的 5.9%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在过去20年中 进行的大量研究 以评估移动电话 是否有潜在的 健康风险的 调查报告表明 迄今为止 尚未证明 移动电话的使用 会对健康 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另外专家告诉我们 在现实环境中 其实并不会出现 离基站越远打手机 手机的辐射 就会越大的现象 为此我们跟随工程师 进行了实地测试 从我的扫屏一接收到的数据来看 接收到的多于两个 差不多是有12个小区 发过来的信号强度 而且这些小区信号强度 大概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10个DB到十几个DB左右的 这样一个情况 运营商它会对这个网络 进行优化 基站假如说信号质量不好了 那么呢 那么这时候 你有可能就会切换 别的那个信号质量 比较好的那个基站去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它感受不到 从我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离机站越远 打手机辐射越大 危害身体健康的说法是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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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手机的 电磁波辐射不算什么 漂亮女演员的这个秋波 才是最大的大方 还真会说话 再打一次